备战2024大选,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召开国家治理记者会,重申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,打造联合政府。 而民进党赖清德则是和立委候选人出席文化界挺赖大会,喊话要选对的人走对的路。 而至于国民党侯友宜是前往台南拜庙扫街,在供赖清德老家的违禁问题。 大选端政见,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,上午召开国家治理记者会,重申要终结有权无责总统制,国家缺乏财政纪律,以及司法失能等问题,打造联合政府。 国家的效能太差,天天在吵架,不能有效运作,我们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,创立联合政府,最终目标是内阁制。 不过修宪门槛高,外界关注内阁制推动时程表,柯文哲表示,要先从行政院长的国会同意权,以及宪政惯例着手,国民党侯友宜则指导对手赖清德本命去台南,地毯市扫街,在供赖清德老家违禁,和赖清德台南禁总,一次违规使用样品屋。 对于实力质疑,杨德集团千万政治现金,与台北港投资案有对价关系,后宜重申一切依法令办理,新美市政府也强调,标案依政府采购法确实执行,一切公开透明,民进党赖清德,少无则与立委候选人,出席文化界,请赖大, 强调文化台湾,喊话要选对的人,走对的路。